把門戴上 路總 今天是七夕節 已經幫你和周小姐準備好開機 這說發是給你準備好送他的禮物 錯了 今天你陪我 哎路總 會不是你沒有湯 我不用 我是露思恆的妻子 也是他的天生秘書 在他看來 我們的關係與愛情無關 說秘書啊剛才我很滿意 他六十萬記著吃藥別懷上 我願意娶你 是因為你足夠聽話 合約裏清清楚楚寫了不准害上孩子 如果你願意偷偷還上我的孩子 我也不會繼續做你的敬仲 知道了 我願意兒做 難道是在辦公室那一次 喂 好好好,我馬上過來 怎麼會這麼巧 那天我吃藥,現在還上了 舒畢叔 陸總的前女友又來到了 處理不了,你快來吧 我知道了,我來處理 來來來來來,走開 你不是,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我見陸四航,讓他揣健我 憑什麼他說分手就分手 我有了他的孩子 周小子,有什麼事情,我們去辦公室 你算了什麼東西 也被跟我說話 我是你們未來的總裁夫人 讓陸四航揣健我 發生什麼事了 四航,四航 四航,你做我眼睛 陪到你的孩子,我們結婚吧 好不好 舒秘叔 幫我處理好這件事 我不想再看到這個女人 陸總,這件事情 我恐怕無法幫你 舒秘叔處理起來這些女人 不是很得心一手嗎 還是說 你看到他懷孕 你也吃醋了 我告訴你 做好分內的事 別動別的毛巾 我沒有吃醋 畢竟 周小姐 不是懷孕你的活動 我的事 用不著你操心 幫我處理乾淨 我給他了解 陸四航,陸四航,你怎麼這麼對我啊 陸總 我是陸四 陸總 陸總會補償三千萬 作為你的分手費 這個孩子不能要 我不,我不要 不要 周小姐 這張銀行卡裡有三千萬 還有一套市中輕到三百層的評測 陸總希望你 不要逐漸在上面做 否則後果 你承擔不起 你好好休養吧 我先走了 我想你爽 我 你還是多正身為你之一 你跟她多久 陸總 說你說 給我的那杯酒里 下藥了吧 陸總 我真的不知道你被酒餵 你 既然敢用公司年會來設計嗎 不要 這麼想做 不要 不要 陸總不要 陸總不要 你是第一次 书名社 别以为我要了你第一次 我就不对你 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些 昨天只是一个 事与至此 我们结婚吧 结婚 还好啦 好 我给你 recipient 我她 咱 یہ 命 eld 当人 因为 特别 我 那 我会给你这辈子的花花钱 我需要你的时候随教死 你我只是个需所需宝 千万别动感情 听不懂 自从她们的亲爱中 我私情跟她分手出国以后 她女人的速度比换一般 就算我是唯一团的孩子的人 你也不要我 却没怎么做打算 她深信了你 还怎么我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并不见得如呼吸 路总 我今天不舒服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也怀了孕 你会像对周瑶一样对我吗 如果 你 是你 你的下场一定会比周瑶 惨一万倍 你一边大把大把地拿着我的钱 还想怀我的孩子 母贫子贵 淑密说 是不是有点太贪得无厌了 我今天不舒服 你有事瞒着我 我真的不舒服 哪不舒服啊 要不要去宴做个检查 不用不用 淑密说 我们的婚姻 就是一场各须所需的交易 做好你该做的事 比热麻烦 我明白 我去自我睡 就不打扰陆总休息了 我明白 这场交易 什么都好上 就是不能要好 让你很感激 陆总 陆哥人做了午餐 送过来让我们一起吃 好 快 我 啊 可能是着了凉 肠胃可能有点不舒服 书秘书 那天在办公室以后 你吃药了 吃了呀 小刘 你来一下 陆总 您找我 给书秘书安排一个权证 陆总 不用了 我就是品位布条 休息一下就好 哎 好好去体检 别想瞒我 谢谢陆总关系 安排一下 对了陆总 好想保洁 从卫生间厕所里 发现测课应的欲望 人事部欢迎 你搞帮助自恋情 书秘书 你去处理一下 我们公司反对办公室恋情 如果是正常的返运 可以给予正常的福利不代理 记得跟员工说 好陆总 我记得了 那陆总我先走了 记得把体检做了 谢谢陆总 天心 明天陪我回家一趟 我妈想起了 好的陆总 把握猎的力量 燕云棒的事情查清楚 好像是昨天周小姐留下的 周遥的手术做了吧 孩子自己留下 很好 您怎么脸色这么快 有吗 可能是最近加班加多了吧 就是当着我的面 控诉你的老板压榨人根 OK 行了 这几天项目繁多 你也确实累了 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明天去做个听解 系泽没关心 但是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听解就不用去了 听解 我想没这么怕听见 没有啊 我只是觉得出来跑去太麻烦了 太着急 明天我派人去陪你提醒 不要 陆总老宅到了 说明什么 最近好像胖了 有吗 可能是最近没有控制好女生吃了一点 我妈又被给孩子了 知道了 在这里 你应该叫我什么 我现在人都被骑视着 的 很疲惫 我妈 哎呦 小姨呀 可算是来了 快让妈看 呦 都瘦了 是不是欺负小姨了 看 她都累瘦了 啊 小姨啊不僅瘦太胖了嗎 有您不理我哪敢欺負她 哈哈 快去吃飯吧 我呀就張姨做了一桌子 小姨愛吃的菜 哈哈哈 怎麼了小姨不愛吃嗎 沒有 小姨太累了 你就不能少給小姨安排點工作嗎 啊 這段時間確實把他給累著 您放心 我呢已經給他放假了 放假好 你也放假 私裡的事啊 你少操幾天心沒關係 你們倆啊 把你給我生個大胖孫子 還是大事 行 我呀努努力 讓您早日抱上孫子 嗯 實在 陸夫人好像很希望我們有個孩子 我們只是合約夫妻 兩年以後合約一到期 有個孩子會很麻煩的 你是個聰明人 應該想得很清楚吧 啊 我今天不想要 別得的便宜還沒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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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一點 婚秘書 你們走吧 人體鼻超隨時 懷孕九週左右 給大家一見 謝謝 檢查完了我們走吧 我問了你一下 這件結果一週後出來 結果會直接發到陸總郵箱名 你收 我知道了回公司吧 那你知道嗎 這說陸總老闆又當了 是啊是啊 能讓陸總親自去接的人 除了傳說中的蘇家大小姐 還能有誰啊 陸總這麼多年沒結婚 其實一直在等蘇家大小姐 爸爸 你為什麼不要和媽媽你滾 就教你了 你不要和媽媽離婚好不好 我宣布 從今以後 他就是蘇家女主人 蘇姨叫媽 他不是我媽 他是個不讓臉的小姐 搞一個人招 他就是個活靈 混蛋東西 你媽就是這樣教育你的媽啊 從今晚 我就是蘇家大小姐 而你 就要去做蘇家那個劍 你來光個私生你吧 說好了 我突然卡了了 你媽 媽 媽 你死我 媽 人很有可能再也醒不過來了 如果要維持她的生命 需要一筆不少的費用 好久不見了 走吧 我們聊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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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听说你那个妈还活着 你说他要是知道 他续命的钱 是他女人卖生换来的 他会不会气得跳楼啊 你敢打我 说自己 我警告你 别动我 不然我会和你拼命 跟司诚又怎么样 说到底 他爱的人 是我 就算你跟他领了阵 如果也是为了弃我而已 如果他知道 当年就他的人数 觉得他还会把你放在原来 十年前的事 你现在才想起来告诉他 你觉得他会幸福 那爷 你拿什么跟我比 你书家大小姐的名头 为了强子 你的男人 也是我的 哈哈哈哈 谁给我 记住 你这辈子都会输给我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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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先照流产 给你开了宝天药 想要保住孩子 记得按时来应检 可以清清楚楚 想要不住 你这些在吃 你回来了 你最近在吃 是你不舒服 没有不舒服 只是叫微生素而已 路总你幸福一天了 要不先去幸福 我们的婚姻合同 还有两年到期 您想提供这书合同吗 怎么 您想起约啊 我只是不想影响 您和舒思琴的感情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马上离婚 你还真是大度啊 我暂时还没有起约的想法 两年以后我们分手 我会给你一笔分后都没胜费 到时候我们紧水不放合适 再也不见 那两年以后 你会和舒思琴结婚吗 怎么 吃醋了 没有 只是觉得不公平 毕竟 路总身边的人 从来没有断过 从来都是苦假旷人 那我们分手 一个没良心的女人 好啊 可以啊 如果您有喜欢的男人 也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 在离婚以前 你不能跟他们有任何进展 你明白了吧 今天怎么不吵高跟鞋 哦 高跟鞋 有点没讲 陆总 我今天调休就跟你去公司了 你要去哪 不是陆总让我留意喜欢的人吗 我今天去约会 那就祝你玩得开心 谢谢陆总 我会的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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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检一下成分 看看这是什么样 好的陆总 妈 我怀孕了 你要当外婆了 你开心的话 你就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 可是孩子的爸爸 还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都不敢告诉他我怀孕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十年前 是我救了他 妈 我是不是很傻 姐 陆总 书密书的体检结果出来了 另外 这款药的检验结果也出来了 怎么样 是一种脑胎药 另外 书密书的体检结果也显示 他怀孕了 你快醒一醒好不好 我好想你 你 我书密书 你快回公司一趟吧 总裁发了好大的火 有什么事吗 你两句也说不清楚 总之你快回来 妈 你好好治疗 我下次再来看你 他 怎么了 来会好好好 以后陆总 不止我帮你到这儿了 陆总 你找我有事吗 书密书 我解释一下你 孩子是谁的 啊 孩子是谁的 是 是那个野男人的妈 我不是告诉过你 离婚以前不准做对不起我的事 你把我的话当耳耗疯疯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个孩子是你的 不可能 每次我都做安全做事 你在骗我 两个月前那次 你没有带安全套 我也没有吃药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做亲子见地 保护 什么时候的事 你住起来 难怪你自己这么奇怪 如果我没有发现 你是不是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是故意要瞒你的 你真的瞒不住 我只是没有想好 怎么告诉你 你不思考 就这么样 你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好不好 啊 你别忘了 我合约是怎么想的 我没忘了 谁遇到最贵点 不需要孩子 如果这是舒思琴的孩子 还会让他们孩子生下来 你没办法跟他 你没资格 他是舒大嫂子 我就是你的王 我当然没有什么 我给你两个认识 第一 我可以让你把孩子生下来 我也会跟你一会儿 把孩子抚养到大 你答应我 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吗 但是你违反了合约 你要赔八千万的约金 八千块 让我看 去把孩子拿到 我不算你给人 一千万的钱 我可以带着孩子 我可以带着孩子离开 可以带着孩子远走高飞的 你妈还在医院等着 等着你的钱救命啊 你还想远走高飞 你信什么 如果他都可以带着孩子 我不能让你赢照 离开 是无情 如斯昂 你听到没有 如果我今天做了这个手术 可能我以后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我求求你 留下我们的孩子好不好 两千万 我再多给你一千万 这个孩子不得要 真的好狠 我用一个秘密 换我们孩子的命好不好 别再拖延时间了 十年前 十年前的那个人是我 你是书下去 嗯 换丫头干什么呢你啊 我不听话是什么 我先弄死他 再弄死你 你是谁 不要打扰我女孩休息 请你出去 我就应该出现 在你 能够 什么时候 我先弄死我 陆思恒 你知不知道 我不敢深求什么 求求你留下这个孩子 求求你干脆当初的几分伤 而这个孩子留下来 我求求你了 你说是你救他 你不是很拯救你 你为了不做这个手术 你所为的几件 你觉得你说这种谎好会性意吗 进去 臭小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不告诉我 小姨呢 在你那手术 马上交停手术 你 你亲自去把他给我接出来 你亲自去把他给我接出来 我今天就和我孙子 给亲子到这儿 行了 我答应你 来人 就提手说 你亲自去把他给我接出来 小姨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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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干嘛回家 看谁敢逗我的孙子 你没事 小姨 对啊 是你的第一胎 千万要小心了 没事 不用紧张 那怎么行呢 你呀 是我的宝贝儿媳妇 这又怀着我们路家的第一个孩子 所有的人 从今天开始 都要多紧张起来 尤其是你 都要做爸爸的人了 你给我上点心 要是让我知道 今天的事 还有发生 我 我就死给你看 哎 妈 我知道了 我会照顾好奶奶 您就回去早点休息 好 我呀就先回去 你多陪陪小姨 和孩子呀 培养培养感情 知道了妈 行了早点回去休息啊 我来自己送你 我来自己送你 好好好 陆总 我知道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会赚个八千万的违约金还给你 你以为我在乎那点钱吗 两年所约一到 孩子留下 你走 这两年之后 孩子才一岁半 他为什么没有妈妈呀 我会找一个 比你更适合的 你要让说事情到我孩子的妈妈 这就不是你该回 你呀 就在家里好好休息 明天私情要举办一场慈善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你是我秘书 这是你秘书的责任 那我私 当我的秘书 你是不是忘了你签的鞍铜 辞职也是要赔伪热金的 你拿着出去 你呀 就乖乖听话 那也在 星空 感谢各位的光临 今天拍卖的珠宝都是我设计的作品 拍卖的款项会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以及对慈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我突然到这里 他们的内心上 对 思琪小姐就是太优秀了 他一向这么优秀 路总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她的优秀 都是偷来的呢 她是书家大小姐 她需要偷谁的 你不要老是针对她 你们俩根本没法比 陆总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这一切都是错的 你还会后悔爱上舒思琴吗 没有这种如果 你先自己去逛逛吧 走吧 路易 小姐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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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听说你跟路斯衡结婚了 我不是早就警告过你 你入司宏远一点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香启年 你要是喜欢说自己 那你就去追求他 不要在这里为难我 我劝你识相点 早点跟入司宏里 把陆太太的位置还给思琴 一定睡着 香启年你真是个疯子 早知道你是这种人 我这么说就不该那么照顾 我说了再说一遍 说 我这种人 怎么可能认识江大少爷 对 你知道肮脏的性 怎么可能会认识我们上流生 对 我是下等人 是贱人 那就请江大少爷 以后就离我远一点 免得脏了你的眼 你这个该死的小剑种 这是私情举办的拍卖会 谁让你来的 是我的上司 陆思恒先生带我来的 你知道思琴和思恒 是青梅竹马的一对 你还能上干什么 我看 你就是想破坏他们的感情 他们是不是青梅竹马 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而且 我看陆总 也不怎么喜欢树思琴 不然怎么到现在都不肯去 是个小贱人 你那该死的妈 一样贱 啊 你 如果你再误弄我吧 你这个红酒 你来人呢 快来人呢 妈 书姨干什么 怎么了 思恒 书姨有红酒 过了我妈妈 啊 没事 我就是想让书秘书 帮思琴和思恒 联络一下感情 没想到 书秘书就扑着我 不是我说句话 怎么对书秘书 我没错 我不可能给他道歉 是不是我对你太仁慈了 算了 一点小事 我去洗一下 换这衣服就好了 妈 你平白无故 你剥成这样 怎么能就算 思琴 我不愿意跟小贝一般计较 得要人处 且要人 书夫人演技可真好啊 思琴 我的人我来管家 用不着别人插手 思恒 我是你女朋友 不是别人 前女友 从你出国离开我的那天起 我们两个就不是男女朋友了 杜思恒 书秘 抱歉 对不起 既然我们已经道歉了 我们就先告辞了 跟我出去 书衣 你敢破舒思琴的妈妈 我该怎么惩罚你啊 是孙雅芳侮辱的我妈妈 我没忍住 才破了她 我告诉你 就算我们分手了 她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听明白了吗 就算是她的无理在先 我也不能反击吗 没错 我无条件的会偏袒她们 你跟她没法比 我知道了 孙雅芳 为什么侮辱你妈 大概是因为我抢了她女儿的男人 所以她才故意骂我的家人 挑衅我 激怒我 我也很冤枉 毕竟陆先生从来都没有爱过 我们之间的婚姻 不过是金钱交易而已 书衣 你只爱钱了 所以 你也想要我爱你吗 我也开玩笑的 我也不喜欢陆先生 我累了 我想回去休息了 留下来陪我吧 陆先生 我还怀着孩子 我想先回去休息了 怀孕了 刚好都走动走动 也不知道是男孩女孩 生下来以后 是像你还是像我 陆先生 不是不喜欢孩子吗 毕竟是我的孩子 我会给他足够的父爱 陆思恒 你怎么还跟这个建国家一起 有病就去看医生 老人活生 你不会是 跟他睡出感情了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好奇啊 好奇 你这种疯子 还会对抒情以外的人好奇 那毕竟我跟书蜜柱也是同学一生 当然有几分好奇了 我将其 说起高中一起度 为什么你们进去 还有 陆大少爷当事业定的只有私情 哪容得下别人呢 你们还是 学学不足啊 毕竟书蜜柱那时候还要去界色陪着 还有空上学呀 跟同学们不熟 也不熟 哈哈 这不是书蜜吗 知道吗 现在出来卖了 只是在这里卖酒 那你在这卖一瓶酒 能拿多少剂成啊 能拿多少剂成啊 这边不会 下个面道 对呀 现在出来卖了 只是在这里卖酒 你不要 你现在还喜欢故事 不否认 不是喜欢吗 告诉我你还可以 没有个出色车车 是不是太轻了 来 要不要吓 哈哈哈哈 捆死他 放开我啊 把手拿出来 我只是拍照我 到底小鸡什么 他今天 跑去 哈哈哈 你到后 我中这份 我都不想 我 你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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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好 也希望会遇到 一个 是 小小微啊 不拍節目了吧啊 走 孩子這些節目的皮膏 到時候都算了 我希望 夏棋 那天說那些比例 都是騙人 都是騙人 行了我就不走阿伯講 告辭 莫哥 我之前在業後做銷售的事情 女姐 你的過去我不需要知道 我忘了 除了數四七五萬 你在你是不是 你是不招惹何江青 沒有 那他為什麼針對你 我不知道 我怎麼感覺 路先生 我是從來都不在意你過去 你不在意你 也不離江青年遠點 到底是情人 你好 啊 喂 張叔 我的自閉症 是怎麼治好的 是 是夫人 把你送進醫院 用特殊手段 治好的 什麼特殊手段 這 這我就不清楚了少爺 張叔 雖然我現在自閉症治好了 但是時常喜歡發瘋 我勸你還是十八十出好好告訴我 是 使用電機 刺激您的大腦 把您治好的 電機 我頭一次能聽說電機才能治療自閉症的 你確定 他不是想讓我忘掉什麼事什麼人嗎 哲 少爺 您別為難我了 你還是 去問夫人吧 嗯 喂 有事嗎 這週末 你回來吃頓飯 我看孫雅芳說事情 現在我會不高興 我知道你媽住在哪個醫院 你要是不回來 別管我親自去拔她的氧氣 我給你介紹個事業有成的青年才俊 來了 過來 王總 這就是我的大女兒舒怡 蘇總 你這女兒 長得比明星還快 蘇姨 過來王總賞聲令 還不給個王總 倒杯酒 哎 年輕了嗎 有點脾氣 真長 來小蘇走 這就是你給我介紹的青年才俊 這個年紀也不算大 他不是已經有老子嗎 而是在業內 很有名的好色 別給我採的青年不用了 這個王總喜歡你 你真的給我好好伺候 也壞了我的事情 我怎麼講 我把這層做絕了 我知道 好好伺候王總 哎王總 我也有點事 先走了 王海洋 您該知道 我是陸總的貴身秘書 他一向不喜歡別人碰他的東西 你以為陸思恆他有多贊事 他不把你當成了 我來之前已經和陸總抱負過了 如果我往回去 他會不高興 況且王總這麼大年紀 應該折騰不了 你以為 反正陸思恆 你嚇得重要 所以 我惦記你很久了 今天落在我手裡 不陪我玩盡心 你別想走 放手 別放手 那人 你這手 可真是軟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叫誰來救你 你爸爸已經把你送給我 換一大筆頂單了 哈哈哈哈 你不帶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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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會 我不是好 你在哪 我在街上 你能來接我一下嗎 嗯 起來 發生什麼事了 下回家 怎麼了 到底出什麼事了 瘋瘋 然後我爸爸 你不說我自己也沒啥 是王海洋的 他才沒有 他也沒有說 是那個老四鬼王海洋 你這樣好好休息 別傷到我孩子 你給我把王海洋的更廢 原因 不需要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靠路四横 你也一样可以赞钱 加油 苏小姐 请吧 你好 有人在吗 我是今天来面试的室内证记师 有人在 你好 苏小姐 我就是今天的客户 孙先生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点急事 先不打扰 苏小姐都到了 还想跑去呢 我没有 这么害怕干什么 上来 杨先生 你有一些 从他没有办法 他对手都是什么事 原来这个意思啊 苏妮 你装什么情况 杨先生 要是没事情做 就来找我的麻烦师 你要是这么写 帮我把时间发在收集上上 听说你这个你缺陷 现在这么缺陷多少 那里面我会也走很快就业了 你可不应该当个陪球 就应该给客人买相 那就没见 就算我回去那点 你也不在我毛泡的地方 你干什么 你现在这么嚣张 就让路斯芳同意 是啊 我不是警告过你了吧 不要在私情想 不要让私心不好心 你不知道 殊私情是我最重要的 不知道 殊私情 是你和陸思恆的白月之日 有一點能提醒的資格鬥 我很有解決 小時間 不是我能解決 你相信 酷子極力也會有 你一起拍攝 好 你們兩個 大家下去看看房子吧 現在回去好好收拾 別花 好 喂 我剛剛 把輸一個 我剛剛 輸一個 散會 江青年 你發什麼法 我開玩笑了 注意這種嚮嚷後勢 你叫這種女怨勇 寂寞了就去找女人 別來煩我 也別去找輸贏 你這麼酷的輸贏 你會真的愛上她 我不愛她 但是她是我的人 你離她就離開 走 走 在做什麼 還怕我們看見 隨便換點東西 畫著玩的 你今天去這家 不需要去她家 為什麼去她家 我不是跟你說話的嗎 我不知道你是她家 不知道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最近一直在做兼職 我每個月給你幾十萬 你之前 去到北京青春大公 我真的不知道 以後不說 為什麼 你也不去 我只是想問兩天主業大公 誰能誰不能好好過 我也是你心安心 那天我們走了很久 兩年以後的事 到時候再說 兩年以後 陸總的一切如今 和我的生活 會把事情 出外的天 我只是想要你給我 自己的條脆弱 陸總的不肯大力嗎 我可以跟你 你陪我 你陪我 哭 我們需要 這樣合約到期 那我就再也沒有 接受 如果你不能心安理得 接受我的錢的話 你可以繼續做我的 親近這半年 你 陸總你忘了嗎 當初不是你說的嗎 反正回到期以後 我們倆 有什麼 兩年以後的事 誰知道的 你 你好你是書儀書小姐 不是 你是打電話 打電話 是嗎 我大致了解了你的思想 你是想終止婚姻合約 解除婚姻關係 是的 我和我丈夫的婚姻 只是一場交易 相信她的心上又回來了 所以我想放棄 我 我 說吧 我跟蹤我 我擔心我自己老夫遇到威脅 你不是說 如果有了合適的男人 就讓我留意著 離婚以前不許跟任何男人 有任何接觸 我們只是一起做一杯卡 他是我的一個普通朋友 不是我的戀愛對象 普通朋友 為什麼不接電話 我沒看見 我沒看見 你真沒看見 我沒看見 四豪我帶了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怎麼能做這種事 我後自己老不及熱了 陸四豪 你故意氣我什麼 如果當初你沒有出國 在這兒親熱的就是你跟我 我給過你機會 是你不珍惜 你們兩個來這兒幹什麼 我聽說你和江七年前兩天鬧裡 想著幫你 怎麼緩和 我們高中的時候 不是最喜歡福克牌嗎 正好 我帶了牌 一起玩吧 好啊 那就玩牌 嗯 輸的喝酒 江七年快喝人一起玩 輸命輸 我輸了 能不能選 這以外的醜 可以啊 那你就跟江七年 不能換醜吧 直接喝酒 你是不是忘了我 你是不是忘了我 你不是喜歡跟男人出去嗎 我來跟你到 回鍋 為什麼呢 我還記得 你說我們要 你有沒有聽我 深夜裡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怕寂寞 就讓光 你讓光 你陪我關燈 只是哪怕周圍再多人 感覺還是一個人 每當我想了 我不想再喝 繼續喝呀 今晚做的夠 原來今天這場遊戲 就是為了鬼真的 你們三個連接手 就是不想讓我活 就是不想讓我活 我買 夠了嗎 夠了嗎 啊 樓下還有個酒 好 再敢拿 你看 一定喝就夠 你們人人都不想讓我好過 都想把我忘了你 你才 好 我滿足你們 就不想讓我活 就不精彩 沒有再喝 我只是願你不舒服 所以你們讓我喝 我去看一下別出事了 你不會 你不會以為撕魂 我才不管他喜不喜好 你還沒看出來 他讓你哼這麼多久 你無非就是用他 喜歡 就算是工具 你是受法律保護的 我終究是和你共 你別以為你有 別跟他 還會想 我只要你還氣死的 你怎麼不顧著他 真有意思 我一度以為你就愛上他了 他現在看他 這個女人怎麼在 沒心情真相 還要走嗎 去給我呀 不用怕 樓上嘴巴沒有 去哪 哎 路總 你滿意了嗎 今天只是因為我跟別人 喝了一杯咖啡 你叫這麼懲罰我是嗎 我只是想給你一個教訓 這個教訓 你們兩個還呆在這幹什麼 趕緊滾 家 送客 他們都欺負我 我沒有家了 為什麼不保護 你為什麼不保護我呀 辮子 你不是說你要保護我嗎 啊 你為什麼說話不論我 辱姨 你把我當成哪個野蠻人了 我那麼愛你 你為什麼呀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聽從我試試 我已經等了太久了 你知道我過得有多累 你知道我過得有多苦嗎 過得好嗎 我過得一點兒都不好 輸一輸一你冷靜點 你怎麼能帶我走 我是陸茲航 就那麼喜歡他 喜歡他 你 和我現在就沒了 你真喜歡 你 你 那個人 他未必是什麼好人 我們也不可能 非要人 輸贏 輸贏 你為什麼沒怕動的 你說你為了 你為什麼沒怕動的 你說你為了 我現在自治 身體不舒服 是不是昨天酒喝的 我不能喝酒 就算我在乎 也从来没有在乎过这个孩子 我要自己好好养胎 我不想在我孩子身里定点伤害 好 给你三个月好好养胎 三个月以后 回到我身边 你为什么非得困住我 别告诉我 陆思侯 我自己的 陆思侯 陆思侯 你撒谎 你知道我可以啊 行了我困了 我在睡会呢 昨晚你提了八百多个回费 你该提起 陆思侯 陆思侯 我真的看不懂你 陆思侯 就在陸牙里一片 茶葉不舒服 阿姨你去忙吧们来 我总是要去住我家 家里有个挑食的孕妇 你这样会让我 我喜不喜欢 那你就不怕收拾情侣 你怎么怎么跟她过不去 你们两个都姓叔 不会是姐妹的 路总说笑了 我要是和书丹小姐是姐 不能够到这种 也对 你和她一个天上之一 陆思浩 如果你稍微关心我一点 又怎么会查不出 我才是真正的书家大小姐 你只是 从来都不在乎 陆思浩 老师自情 是本人是天啊 陆思浩 我十几岁的时候 被人绑架了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都要被绑着 给托死了 幸好我命大 我扛过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 就喜欢书父亲 你知道他父亲是什么 书正风 有点小钱 刚到北城去得罪了人 他也被绑架了 正好和我绑在了一起 他胆子其实挺小的 我们俩那个时候 都被绑住了手墙 我蒙着眼 看不清他的脸 但是我总能听到 他在一直哭 说实话 那个时候 我都快烦死他 所以那个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长什么样子 这重要了 书正风的女孩 只有一个 陆思浩 陆思浩 如果当初救你的人是我 你还不像爱书四情 没有这种 那我换的时候 如果书四情没有救过你 你还不爱书 你的问题太多了 你到底喜欢书四情什么 其实刚开始啊 闲得挺烦人 后来又觉得他哭得挺可爱 尤其是他抱着我 哭着求着我别死的事 趁热风 你别的 你催促 不敢 你没有 你 那两个人 怎么 怎么了 我马上过了 你不要走 你 你 你的生命 就算是 看 管家 收衣社群 社群有个事吧 我叫个车送我去 我让他看 这是先照流产的症状 你回去要暗身吃饱饭药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不要进行出去生活 要避免及时的大洗澡漏 另外 假如这一次流产的话 以后你将会很难反应 所以你一定要这么注意 你 姐姐 看到我给你发的那张照片了吗 你看 我想亲他就亲了 想抱他就抱他 那又怎么样 和他结婚的人 我还是我 他虽然和你结了婚 那那又怎么样 他又不记得你是谁 他甚至 连你跟他是高中同学都不记得 书姨 你承认吧 洛丝和那眼里 永远都只有我 这些都是你偷来的 那又怎么样 可是切除了你的果实 和洛丝逢永远都不知道 在绑架他的时候 这个人是你吧 哈哈哈哈 有些谎容 永远都不可以解释 我告诉你 错 这么说 陈总 吓到你了 我以为你今天 对这家说虽晚呢 吃醋了 没有 肚子还疼吗 去医院检查 医生怎么说 总要一个 不思考 我们的生日 和自己在这还不一样 我会打到你会说不及的 两年合约还没有到 赔得起没缘期吗 一旦赔不起 就不要提离婚这个月 违约到期了 自然放一会 两年很难 我都打 也不是 一人就过去 说你说 不要拿了我的钱 还中了你不可怜的样子 你可以为离婚做大事 但是没有提离婚这两个字 你明白了吗 谢谢 医生说了 伤害了之前 我们的病情不先收获了 不是 不是都三个月了吗 怎么还不行 说你说 不要仗着孩子 我还在没希望 我只是尊重你的 孩子有事 莫贵也会不高兴 你应该也不想都不会难过吧 我 提醒你 如果不理情意 也想拿到钱 我会自己赚钱 给我们回答 我 我 下 那是幸福 啊 喂 怎麼了 我媽醒了 你要去哪啊 我媽醒了我要去看看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反正我媽也不認識 我也不知道跟她介紹 怎麼我這個證盤老公 讓你很難出手 畢竟不是真實的夫妻 反而之後一切都會結束 還不如一開始 不讓我媽吃了 我們才留心 你別忘了 我們是領了證的合法夫妻 別浪費時間了 我在樓下等你 媽 想你 媽 我想 你疼了多久了 十年了 十年 我竟然躺了這麼久 孩子 這十年 你是怎麼過來的呀 媽 我過得很好 別擔心我 給我續命 也肯定少不少苦 孩子 沒有媽 我不是很害 一點也不好 孩子是媽對不起你 是媽不好 都是媽害了你 他是 你好 我是書儀的 他 他是 他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 對 是我睡糊塗了嗎 我怎麼好像在夢裡聽見你跟我們說你已經結婚了呀 你有媽 我沒結婚 媽 媽看了多久 你結婚了早算嗎 媽 你先別想這麼多 剛才醫生說了 您剛剛睡醒不能總小事情呢 好 快跟我說說 我過得好嗎 我過得挺好的嗎 我是你男朋友嗎 你生氣了嗎 我跟你說過 你可以大大方方承認我是你丈夫 沒有這個必要吧 你以前不是不喜歡承認我們之間的夫妻關係的 你親狗對我說的 離婚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而且我們的合約 馬上就要結束 合約到期了就不能再續嗎 沒有愛的婚人 我不想再繼續 好 隨便吧 不過剛才醫生跟我說 你母親雖然醒過來 但是身體的各項指數都沒有問題 需要長時間的忙 恢復期的費用是平常費用的領費 那醫生也沒有說過 恢復期需要多久時間 恢復期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短則兩三年長則三五年 七個五一六年 你一年的工資都不夠你母親一個月的醫療費 不過你放心 我答應過你 你母親的醫療費會一直支付到 會應急速 路總 你做之後 你就打算 好 可以啊 不過我不是做慈善 我可是有所利息的 你的意思是 讓我繼續半頭輕的 就憑你 還不配合你的情人 那我自己想吧 你能有什麼辦法 我給你指的路還不光明確嗎 什麼路 我還有什麼可以選擇的路嗎 好無限 你是想氣死我嗎 你在說什麼 我聽得懂 好 隨便吧 還愣著幹什麼 跟我回家 好 五уж英 聽說你媽媽醒了 我自己來看看她 Alex 你幹什麼 也不幹什麼 你不幹什麼 我怕你来晚了 你妈就要被我气死 江青年 江青年 你是 我叫江青年 青年呀 你认识我 高中的时候啊 跟我们家小姨玩的可好了 你谁都不行 就喜欢跟着他后面呀 跟着他追 后来 你们家从我们隔壁搬家 也还抱着小姨 哭了老半天呢 你说 我和书姨 什么认识 对不起呀孩子 疼很久 有些事情 可能记不清了 是吗 头啊 还有些疼 这事啊记不清了 医生说 是正常的 对了 那我们小姨 是朋友吗 对 我们认识很久了 那小姨他这些年 过得还好呢 他啊 他可能过得不太好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们这小姨 总是保兴不保忧 我昏迷了这么多年 我已经吃了很多苦 受了不少委屈 孩子 我觉得我们小姨是朋友 阿姨拜托你 你照顾一下他好不好 好 我会照顾好他的 谢谢你 蒋起年 蒋起年 撞着我来你别人杀害我吗 撞着我来你别人杀害我吗 小姨 你这是在干嘛呀 我出来看看阿姨 你这么害怕干什么 你朋友好意来看我 你干嘛这样递人家呀 没事 还什么就行 你让小姨这么放心了 对吧 小姨 妈 去工作还点忙 张起年 你要干什么 我不能想告诉你妈妈 她女儿是出去卖的建户 可我现在好像发现了一些 陈年往事 张起年 你欺负我讨厌我 都是我们两个这件的事情 能不能不要牵涉我妈妈 她什么都不知道 苏姨 我们两个以前 是不是认识 哎 这不是姜家那婶儿是吗 是啊 说是让她在这养病 其实就是不想过 哎 你好 我叫姜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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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就是你邻居了 我家就住你家隔壁 请多关账啊 来 拿 哎 姜七年给你果子吃 苏姨 你慢一点 哎 姜七年 你可以说话了 你这样可以说话 啊 啊 啊 你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 你没事吧 咋 姜七年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停 你不要带我了 你这个书姨啊 啊 小姜七年 我们不是朋友吗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你放开我 谁跟你是好朋友啊 啊 我好朋友只有书思琴一个人 要是书思琴 你们都被他迷惑了 你放过我 你是不是喜欢书思琴男朋友啊 我请告诉我 你他远点 否则 我知道他们睡了你 走 认识 十年之前 你不是为了书思琴 把我堵到巷子里 揍我 我说的不是这个 是更早以前 我们是不是认识 还是以前 还是以前还是朋友 我这种人 怎么能和江大少女是朋友 这顶着就是个笑话 周姨 你说好了 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 那我不这一每天都来看望你吗 我觉得他可能 很了解我们前的故事 想起你 我紧 别靠紧了吧 否则我会本拼你 我拼什么拼你的 大可以试一试 注意 你现在可真有意思 人家有出事情好玩太多 你离开 怎么了 这医院走廊不能站着呢 说别说 你怎么这么乱 你要是能把浪费在我身上的时间 关在这些事情上 你小心点 我自己都不着急 你怎么比我还着急 小心 别把我的事情告诉你 我不顺着你欺负的软事情 固着自己的也不容易 好啊 我可以不说 但是你能瞒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别人好好想想 等你给我上来去 想起年回去了 嗯 是这些年发生什么了吗 我感觉你们 好像闹矛盾了 没有吗 我们是再怎么见面不熟悉吧 人走茶凉 也是常事 嗯 对了小姨 马上我看新闻呢 看见你的那个男朋友 陆琴恒 想跟你说 她结婚了 你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 我昨天没跟你说 是看你担心 其实 不是我男朋友 是我的丈夫 今天我说的 也不是你妻子 就是我 你喜欢她吗 我喜欢她呀 我当然喜欢她 我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她 我记得 晚生节 我给她买过苹果 夜晚会我给她送过花 我还给她写过情书呢 我还记得妈妈说 陪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 青春的做图书 回来了 嗯 书密书 你可真会骗人啊 我听说 你在院跟别人说你喜欢我 说密书你可真会骗人啊 我都不知道你竟然这么喜欢我 还给我送苹果 送情书 送鲜花 你撒起谎啊 跟真的一样 那如果 我跟你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他身后有家 但我只想问你 那为什么我从来没收到我 我开玩笑的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怎么可能给你准备不准 你还说 是因为我喜欢你 才给你母亲出的医药费 正常的夫妻关系 都是很相爱的 像我和陆总军 都是少说的 我说法 只是不想让我妈妈亲 我说法都不准备 你敢保证 你说的都是假的 我爸是 我都是乱说的 那你告诉我 你喜欢的是谁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给倒入别人动的感情 没有什么特殊 听我的 别再喜欢他了 为什么 都这么多年没见他 说不准了 他早就成为一个 丑帮无道徒的感情 所以你 你看看我 我颜值相貌视野 样样成众 你那个老亲人 肯定不少 你怎么 所以陆总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啊 你考一考 合约到序里头 继续 我就是这么生的 不好 我不喜欢你 嗯 根本就不喜欢 我们俩这样相亲 有一些 不过最后是互相成果 我觉得互相成果也挺好 我觉得互相成果也挺好 我们倒想尝试尝试 放手 你放手 哎 陆总你体验差点 陆总你会体验差点 说吧 让你醒醒 我不喜欢 哎哎呀 陆思豪你干什么 回答错误 再给你一次机会 陆思豪 是你之前心口对我说的 对 你们这些不坏感情 不爽 啊 我现在想谈了 不可以吗 啊 说呀 说呀 我喜欢你 嗯 说 说 我喜欢你陆思豪 我喜欢你 忘了 我喜欢你 一副要死我活的样子 你能不能不要说 书姨 昨天晚上 你说你喜欢我 是真的 还是在敷衍吗 你是真心的 那我也就是真心 我从来不拿这些开玩笑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有什么意思 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 书姨 我对你有好感 不妨我们就这么一起生活下去 说不准我会真的爱上你 我们会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真的 可以相信你吗 我是你的丈夫 你可以试着相信我 听话 好好在家休息 我心情很自然 我等你 喂你好 苏小姐早上好 江青年你有什么事吗 苏小姐你是我请的设计师 今天是交稿的日子 你忘记了 好 陈先生 这是我的设计图 请过后 书小姐 坐 不用了 如果我的设计图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拿过去西方方案了 万劳员跑过来 我请你喝杯酒 你都不赏面 我不能赏面 那我们喝口汁吧 同志行吧 好 天� am I 你怕我就是啊 我凭什么相信 丑小姐 我们以前都是误会 现在我就想一笑名后 你不会 不想给我这个机会 你别再沉重了 我不想给你有任何亲丑 哦员 你不喝这杯果汁 今天別想阻力 我可以走了吧 可以 不過你現在走不了 因為我現在在里面嚇人 三幾天你卑鄙無恥 我弄得要是無色無味 脫下你迅速 之後抽起不吵 我可是花了大價錢哦 哥幾個 我好好吃了一個 他放好幾我們一晚吃了不婚禮 這幾年 你答應路斯河不會碰我的 我反悔了 讓死朱思琴是 把我了我 你知道朱思琴是我最重要的 你惹朱思琴不高興 但是朱思琴真是你的 你可真是朱思琴的一場好狗 我真想知道 今天是 那個路斯 我沒有 還若你 放開我 還愣着幹什麼 動手啊 小青年你不能讓我死 開始錄像了 好好保持 好 好 我正確 works 好 我 吵 再回到初始的街边 看见你 但是破碎了 你已经宣布起 不 你出现要幻灭是错 不 起开 不可能也去重现 不表演 照顶被黑夜撕裂 我感觉太强烈 我从眼泪那时 那月光就惊 李儿啊 有什么好事啊 还喝起酒来了 妈 我让江启年找人把说一个名 估计现在还没结束呢 江启年 是 他都给忘记了 他是我的甜狗啊 这江大少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啊 江启年从小就有自立症 是说一把他说好 不过江启年那个妈 特别不喜欢他 所以就用电机疗法 让他把书衣给忘了 他醒来之后 错把我当成了书衣 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就是我的一条好甜狗 哈哈 露信 妈 你放心 十年都过去 要露信早就露信了 包括露丝恒被绑架的事情 是一样的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 我 思琴 妈确定 不要在露丝恒 跟一个世界调死 姐姐的家事 也不差 结婚也挺好的 妈 我只要露丝恒 你放心 就算我跟露丝恒在一起 江青年 永远都会站在我身上 管家 书衣呢 他下次 他出现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 我 立刻定书衣的手机定位 我希望立刻知道他的位置 你回来了 小姐 不是干吗 你干吗你怎么家呀 啊 青青年 你怎么在这 这里是我家 我不在这在哪 路四郎 你怎么来这么早 还没睡够 啊 哎路四郎我可以接受了 你闭嘴 你闭嘴 我怎么 你闭嘴 你相信我好不好 你闭嘴 路四郎 你打女员有什么本事 等我再做 路四郎 你又不喜欢他 我跟他睡里又怎样 怎么 你现在在乎他 路易 我跟你睡了 你就是我的人了 你不会还愿意跟他回去 别抱 他现在是我的期许 或许很快就不睡了呢 他就不睡了 朱姨 他不要你没事 你可以回来 我要你 你给我回去 马上给我回家 小 你去 小 是江青年下药 我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就那么紧 我不是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紧 非要去找别人 你找谁吧 非要去找江青年 你这不是真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有多瞧不起你 他都想杀了你了 你还愿去找他犯贱 既然你那么喜欢男人 那我给你多长两个给你 签字啊 弄我 晓雯 我跟你离婚 然后去找江青年 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 他是不是亲你这了 他这把亲你这了 还没这你说是不是这 是不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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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好好洗晓吧 我们还是 洁篇我们洗洗 我们在 回上我 哈哈哈哈 那些事 只有我们两个别人 没法 同一 你说 你 自己 对 能不能放 我 我不放 哈哈 我昨天 你别再难过 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 记得以后你要快乐 谁给你那么多因果 我走和 孩子已经没了 昨天晚上医生命做的手术 你还好意思 昨天晚上你自己出去找医生 把孩子弄没了 我说了 我是被陷害的 你跟我说你被吓掉了 从我在你的血缘检测报告里 根本没有发现药成分 狡辩到什么时候 少爷 从今天开始被辞职了 你这样做我的秘书 我见不客气 你这样子对我 你不早说你把死缘了吗 我成全你 我才能快到只能一直走 那我们把婚离了吧 谁给你给我出现再收不开 我爱你的眼 我告诉你 我们之间不可能 我们之间不可能 本来打算跟你和平相处 现在看来没有那个平衡 我们之间就保持金钱交易 你都这样 你为什么还留着我 不知道想跟我折磨下去吗 你不是一直觉得我把你当成丸木吗 现在让你回归本职工作了 你可不乐意 收钱赔税 这是你的责任 你不要太包饭 你不要太包饭 我一想撒端笑 睡睡睡那么长 爱与你都不重要 我求你跟谁 江青年说的 你就是个贱户 不是问你干嘛 江青年问你哪啊 江青年问你哪啊 我那一十号我吃过了手 我说你不能这么对我你放开我 你走 你跟江青年回婚的时候 也想这么挣扎吧 你这个混蛋 混蛋 你不能帮我 不要帮我 不要帮我 摆出这一副败死不活的样子 给谁看呢 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 我是想看你摆架子的 跟我摆架子之前 先好好想想你的母亲 也都是不厚 把情绪摊开之后再藏着 你那么多难 是我站穿上次 社友姐你好 你母亲到的转眼手续已经办好了 所有手续已经转移到新的医院 所以你们能不能走去哪了 是陆先生的意思 我们也不知道这次转移到哪里 好的谢谢 啊 妈 我妈呢 我把他转到更好 我把他转到更好 更适合休养的地方 在你家医院 而你什么时候学会乖乖听话 我就会告诉你 陆思恒 我知道你讨厌我写我的 你怎么办我都可以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对我吧 我好 你放心 我不会上去的 我会走到找最好的康复团队 找最贵的佩护 你到底想怎么样 明天记得来办离职 自停绕在我的 过往 陪伴 书秘书 你脸怎么了 前两天 可以出什么事吗 没事 怎么了 前两天 陆总好 我定位你的什么信号 不见 只是手机丢了人 陆总说 那我教练你的电视程序 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事 陆总还要给你太准备了 没有 是我自己想自身 这些年 工作太累了 我想休息一下 来 陆总也好 那我去给你帮你离职手续 好的谢谢 没事 看来书秘书在我身边工作 真是委屈你们 谢谢您 分析路总终 不用客气 第一姐 离职手续打包了 亲爱辈子 那我先走了 哎 我看陆总好像很不高兴啊 你说是不是 难道说你就是陆总 武装租工的那位行业妻子 哎 你这么没说 一个个的不好的工作 找什么首歌 陆总好 我已经不是你的秘书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到卢家民下的留院来 你妈妈才找我 好我马上过去 陆总好我妈呢 昨天看你辞职的样子 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跟我说话 如果陆先生没有随随便便 给我妈转院 我确实不会再打扰你 你可真有意思 什么事都怪到我头上 医院的账单你根本承担不起 帮你转到疗养院 我现在是为了给你减轻库的 看在网瑞的情面上 我可以给你打折 不用 做布老板陆先生操心了 我妈的医疗费 我自己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继续去夜色卖身 还是去找姜琴 你说够了吗 说够了带我去见我妈 好 我带你去见她 不过我妈有 你最好一块儿控制好你的表情 不让她看出什么 陆飞为什么在 我妈知道你妈醒了以后很开心 让我带她去看她 叔爷 提醒你 我们现在还是正在一起 请让她发现什么 如果陆先生愿意和我离婚的话 我确实可以配合你的表演 这辈子都别跟我说这辈子 要不然 我可没办法保证你妈的安全 妈 阿姨 小姨啊 你说你这孩子 你妈妈醒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早告诉我 要我看 在这寥寥院里住着 也不舒服 不如啊 叫你妈妈接到我们家住 不用这么麻烦的 叫你妈妈接到我们家住 亲家母 还说在寥寥院里啊 你叫方便 也好 真是谢谢你 给我们陆家呀 送来了这么好的儿媳妇 你呀在寥寥院住着 需要什么 就告诉我 我来解决 妈 您就不要抢我风口了 给我点机会 在寥寥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就你最贫 妈 挺好的 慈恒和你妈妈呀 都特别吩咐人 好好照顾我 不用担心了啊 那就好 你怎么了小姨 谢谢妈 可能是最近 没有休息好了 没事就好 亲家母啊 你好好养身体 我呀就先回去了 以后啊 我经常来陪你 哎好 哈哈 四恒 说说吧 和小姨 是怎么回事啊 没死 小姨你说 她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告诉妈妈给你做主 没有妈 她对我真好 你看看你都受成什么样子了 还要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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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我装呢 你呀就是个木头 不知道心疼人 啊 我以前啊是把她累着 所以我深刻反省自己 让她辞职在家好好休闲 想休息多久就休息 休假在家好啊 哎呀 现在养胎了 我呀 特地请了月嫂 和月子中心 等到时候啊 妈 你们年轻人啊 没有想到的 我呀快都想到了 我呀 我还给我未来的孙子 或者是孙女 准备了好多东西 妈 等孩子出生了就 什么 孩子 你在流产 什么时候的事啊 前几天 哎呀 她说的是真的吗 妈 妈 好好的孩子 她就没了 妈 肯定是你 你给小姨安排那么多工作 把她给累的 你让小姨吃了那么多苦 我 我打死你 妈 不会啊 你好好休息 是我自己没有保持那把害怕 小姨啊 千错万错 都是我们路家的错 你好好养身体 孩子 还是会有的 如果是个臭小子 才欺负你 我 我就打死他 这是妈 你别太难过了 可能 是我跟这个孩子 没有遇上了 行了 你们回去休息吧 我没事 你刚流了茶 别让风吹了身子 臭小子 还不把你老婆带回去好好照顾他 知道了 妈 好好休息 下次再来看 哎 你给我妈喝了什么迷魂汤 她对你 可比对我这个亲儿子好多了 我会尽快从你家搬出去 我妈在疗养院的费用 我自己承担 你哪来那么多钱 是不是江起年给你的 比我给的多 如果你非要这么想 那我也就不否认 要是江起年给我的更多 我也愿意跟着她 毕竟 她的身体 也不比我的差 淑姨 我告诉你 以后别再提这件事了 走吧 跟我回家 陆总 您找我 让你调查的事情 江下为了防止江起年发疯 在江起年家里安装了无色的监控 我们黑了奖家的监控器 查听了当天的监控 江起年亲口承认 那间舒小姐喝下了无色的味味 查血都尝不出来的药 而且 而且我们发现 江起年 江起年把负口扔走 后的那半个小时的监控故障 不见了 半个小时 确定 确定找不回来 任文山主导 无法归 继续扯 是 所以那半小时 比有没有发生什么 除了江起年谁都不知道 你带我来医院干什么 理解 警察什么 查查你有没有跟江起年来张什么招 免得大家会软息 医生这是我的警察题目 查血没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必烧单 你前段时间做了人流吗 嗯 你的子宫肋臂比较薄 你做手术的时候 医生没有告诉过你 你会很难怀孕啊 没有人告诉过我 医生 您的意思是说 我以后不能再有小孩了吗 这也不是绝对的 只是你以后想要孩子的话 会非常的困难 我没得脏病 你 那就行 不适合我问你 我流产那天晚上 医生有没有告诉过他 我注意他要吃饱肚子 以后再也不能要小孩 说过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不要孩子也听不懂 可以审去很多 没有必要告诉他 也对 反正你不在乎 我不能再走 上次没有不是 你想去哪 让我一个人静静好吗 我不在乎 江青年 你来干什么 听说你在这 我来看看你 那天 陆思恒打那巴掌 还疼吗 别怕我 江青年 我已经很努力的避开你们了 为什么你们就是阴魂不散 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们才肯放过我 我只是喜欢陆思恒 难道也要我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过得很 我活得很痛 我恨不得每天就去死 你们这些高点人 才死我 你才死一只蚂蚁海贱 所以求求你高抬棍手 放过我好不好 书衣 你别这样 我只是想看看你有没有事 江青 你不会是睡鬼的 就喜欢上我吧 书衣 我真的只是想看看你 还有事问你 那天 你说念在小时候的情分上 难道说我们小时候就认识 对吗 既然已经报了 那你还能问我干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我生了场病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既然忘了 那就永远也别想起我 书衣 我小时候的青梅竹马 是不是你 不是 你骗我 江青 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当初的真相 我现在看到你就恶心 请你马上消失在我面前 书衣 书衣 你跟陆思恒离婚吧 怎么 你又想为书思琴打抱不平是吧 不是 我只是觉得 他不适合你 我的事情 不用你操心 书衣 书衣 你会想起我 书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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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我提着 过来到我身边 别动 你什么意思 结婚的时候 我没有给你买零件 现在我不是 我们是情侣 干什么 我可真贱呢 用这种时候 我还想着给你买钻戒 不思考 我们跟这没有没有 我也怎么觉得呢 也只会分开 真的 强求着来也挺好的 现在想想 我们也互相折磨 挺好的 你怎么会折磨我 你知道我有洁癖 却还去喝江起人水 你难道不是在争闹我吗 你怎么只是独占瑜在作祟而已 那为什么 自己没有这种战友业 你 你这真的耳朵狂 还是 习惯 你明明身体上受到伤害的人是我 你明明身体上受到伤害的人是我 我被人身背受折磨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 你让我闲前提痛 这些孩子呢 不是我疼吗 说不呢 怎么会很疼呢 我真的疼我真的疼我真的疼死了 我没有孩子 以后我也不会再有了 我每天躲在身体上受到伤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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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都在告诉我自己 你不是我的伤害 你只是我的上司 这样我的思维才会好受 我每天躲在身体上受到伤害的人 你总觉得我不会受伤 所以我一直 受到疾弹的伤害 不欠的时候 不要以为你给了我钱 做了一切 然后我喝过身体 付出过感情 曾经 很认知的爱护 很厌害 让回的美好 实在 所有 难度 不要这样 我们的生产 一直都走 那你想怎样 我们的合约 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才到期 我们的回应 还受法律保护 是到无约说 有一次我送一束时间 陆思恒 我脏了 你又有结婚 就是个贱婚 别再到他们自己 那 我来看你了 你来啦 嗯 思恒怎么没有跟你一起 他 工作比较忙 像一样 嗯 你还没有跟我说过 他跟你照顾 是怎么用事的 我们经历了一场劫难 又是同学 毕业以后 就在一起了 相爱你 妈 对不起 我骗了你 我和他的感情 其实没有那么好 他 也没有那么喜欢我 我以后 可能还是得找一个 喜欢我的人 我的孩子 是他最好的 医生 我这只耳朵好像 听不见了 你还射过来 我检查一下 啊 你的耳朵以前受过伤吗 以前受过伤 里面还出过血 不过后来慢慢都好了 最近受不伤了 最近 被打了一耳包 当时耳朵 就有点听不清了 总是嗡嗡的 有时候 还特别疼 那 那可能是旧伤 没有治愈的后遗症 那我这个还能治好吗 这个不好说 你先去做个检查吧 你怎么又跑到医院了 哪儿不舒服 你怎么又跟踪我 你就这么跑出去找癌的吗 做了什么检查 没什么 你还给我 这是怎么回事 关心 我进去 你别在哪 心里尊重你 我都找人跟踪你了 怎么可能尊重你的意思 医生 警察结果出来了 你是他老公 我去的帐 这么严重的听着 你耳朵以前受伤很严重吗 你能先出去吗 不能 你第一次受伤是多久之前 十年前 不过后来治好 但是你说前半时间挨了你耳朵 顺不住 有点重 你这个障伤程度有些危险 以后绝对不能再受伤了 否则真的会失控 你是他老公 前世都注意点 这个障伤程度是不肯定的 如果以后真的失控了 后悔的会是有分析 是我打的吗 应该是 陆思恒 你满意了吧 我现在红信出墙得了暴露 现在也像半个笼子 你应该解恨吧 能治好的 你死琴为了救我 耳朵也被别人打成了重伤 那也都能治好 你也一定可以治好的 陆思恒 你真的确定 熟思琴的能力 真的受伤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你也听见了 我现在 也算半个笼子 我和江几年睡过的事情 就当我背叛你的抱 放手 能治好的 我们可以慢慢指 书也 对不起 我听不清楚 不用你再说 赶你去别的医院看看 如果 你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对不起 那就给我点钱 不成功 我不用你带我去医院 好 你想要多少钱 你看这脸 你刚才说 你的耳朵十年前被人打成了重伤 是谁干的 是为了救我喜欢的人 被打伤了 就是那个你高中喜欢的人 你就那么喜欢他 十年前很喜欢 现在不怎么喜欢 我现在看到你 我就想起我这礼拜肯定的情绪 算了 你去解释 我带你回家 苏鸿 你最近后背好疼啊 你说 我当年替你挨的那一棍 这么折磨人 是不是 就要发作一下 这沙鸿 你对我好吗 沙鸿 说话呀 你说话呀 我没事 你坐吧 沙鸿 我好痛呀 我好难受 家里不是有什么样吗 没有用 苏思强 你想干什么 直说吧 那好 我想你来陪陪我 照顾我 这样 我就没有那么疼了 我可以去看你 你别说 别说出来 我不想听 有些话我跟你说清楚 我现在喜欢的是书鸿 沙鸿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你说过要一辈子照顾我 你怎么要一辈子照顾我的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会格外照顾你 但是我对你 什么时候喜欢上书鸿的 绿酒生气 可是书鸿都跟江青年 知道 我跟你说 我 我流产了 没有这个孩子做羁绊 我想离婚 应该比较容易吧 既然您态度这么坚决的话 那这个案子我接了 我现在就回去准备起诉材料 书鸿 你这么寂寞吗 已经有我跟陆思恒了 为什么还要勾搭别的男人 勾搭谁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比你这种烂人 好了不知道千百倍 烂人 我是烂人 那你不也跟我这个烂人睡了吗 就睡了一次还要拿出来说 该不会过了二十年之后 你还要拿出来回味 没错 我能回味一辈子 江青年你这个疯子 坐下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把你绑过去慢慢说 你要说什么 我从以前的舅舅相册里面 翻到一张你的照片 我想知道 为什么我的相册里 会有你的照片 又不是我放的 你问我干什么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 我什么都不记得 初衣 我们以前关系很好 对吧 我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 初衣 我以前喜欢你 对不对 如果你只是来跟我说这些废话 那我无可奉告 这对我很重要 初衣 我发现我越接触你 脑海里关于你的印象就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初衣告诉我 我们之前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 我总是很想见你 明明 我喜欢那些舒思琴啊 但是 我对他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思念 那你应该就问我舒思琴 而不是来问你 你问完了吗 问完我该怎么 放弃这一刻 或许 只有你 初衣 发现我喜欢上 不管过去我们什么关系 你跟陆思恒离婚吧 你照我的人好不好 嘉庆年 你好好想想 你高中的时候是怎么伤害我 我和谁在一起 也不会和你这种霸凌过我的人在一起 你这个样子 真让人恶心 初衣 初衣 如果我知道我会爱上你 我又怎么会欺负你呢 去哪儿了 你不是派人跟踪我了吗 我去了什么地方 见了什么人 你应该清楚 等等 答应我 以后别人将几年 再怎么抱着你 听见了吗 我这种活在最底层的人 有什么资格反抗你们这些上等人 强加给我的东西 我给你约了医生 一会儿来家里看着 谢谢 我会自己去看医生 这个医生是我从国外请来的专家 请别用你的耳朵来跟我赌气 那样很愚蠢 执着 我不要做这么多余的事情 你那天不给我一巴掌 现在不什么事情都没有吗 任何一个男人看到那样的画面 都不可能控制住自己 如果事情再发生一次 可能还是会忍不住 你那天 就该当场打死我 也好比你现在假惺惺的后悔家 我就是跟你学的 毕竟陆先生的刻薄 无人能及 我今天不想跟你讨计 医生你必须看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会想爸爸妈妈 世界上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补救的 伤口 还会留一道疤呢 这个医生你必须见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是在命令你 我有一万种办法让你乖乖听话看医生 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们这种人 最喜欢还可以 哪怕把我见她的遍体鳞伤 嘴上还是要说着对我好 乐导 一分大 快请进来 佛医生 麻烦您给我妻子 过来 这种作法 我跟你说 谁我不小心 陆伯贼 立贤 我姓叔 你叫我叔小姐就可以了 对 立贤儿子受伤伤 被人打了一棍子 被我打了一巴掌 对 你对那个 就算还给我一本心意 又全群伤 我的分断是 中度群伤 恐怕 很难治 只是打了一巴掌 就真的再也提不下去 不完全是巴掌的原因 主要是 需要给以前的老人 太远过 估计当时 可能制造者的 倾尼伤害 对方需要点 是 我当时受伤以后 带了很久的助听器 慢慢才恢复到听力 那继续带助听器 还能恢复吗 用处不大 这已经造成了 不可逆的伤害了 今后还是以 保护听力为行动 关键手 前往一边上 再受伤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陆先生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想找了 我送送你 陆思恒 我请了律师 跟你打离婚关系 你要是不想要我看看 我们俩就直接去找律师 请你不请 我不会离婚他 要不然你现在不离婚 两年之后合约也会到齐 但我们的婚姻关系没有作为 只要我不懂 就不可能 两年之后合约到齐 我在起诉 算了都不是什么的事 与其空等两个人 我会趁着走 你就从来没有爱过我了 是你亲口对我说 我说 你亲口对我说 我说她怎么不离婚 你你们就不能 我问过了 我过来忘了 淚不 commonly 在我的时候 坐在我上 你太多了 你自己骗了 那我就说 你太过了 死了 我把这个门过了 就算了 你把他当妻子看待了 杨青年 你以前带着那帮狗腿在 就会去捕他了 没错 说吧 你都对他做什么好事了 你真想听吗 我告诉你 我不仅带人把他给堵了 我还说要找人把他给轮着 我把他撞到地上 你也知道 我的力气挺大的 他摔破了膝盖 还蹭坏了手掌身 灰头腿都在垃圾桶旁边 特别渴 满脸都是累 我还警告他 离你远点 不要和私情情 他哭着对我点头 活到现在都记得 他累了 吞得不像话一样 以后再看出现在书女面前 我费了你这条拐 我要是不答应 陆思航 我实话告诉你 我看上他 你开个价 把他让给我 只要他跟了我 这的腿我也没 你做梦都别想 请告诉你 江青年 如果你再敢靠近他 我毁了你们江家 你以为我再乎江家 我早就不想当这个江家大少爷 而且比江市也没意思 如此好 我来告诉你个秘密 书仪是我的青梅竹马 我们以前关系很亲密的 你撒谎也撒得像你 书仪只是个评语 怎么可能跟江家大少爷是亲密子 那如果 他不是平民图人 谁意思 书思情姓书 书仪也姓书 你就没想过 他们两个之间 什么人是 在世界上同名同性的人多了 实情 看来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书仪的过去 你对书仪的了解 才不如我做 我跟书仪不喜欢你 书仪 我被你老公打了好疼啊 你会不会心疼我呀 我只才傻傻惊醒 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心 活该 哈哈哈 我别要醒来 真正义的爱情 书仪 我只可提醒自己 别逃避 去叉叉书仪过去的事 从出生到现在 越详细越好 你的设计风格 跟思琴很像啊 聋吗 不过他已经很久 没设计出这么经验的作品了 那你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可能是灵感哭解了吧 不过他以前过得起来 也够看这辈子一时 或许 我刚才去见了江喜年 他说你跟他是青梅竹马 是 是高中以前我们是朋友 原来你一直问我们叫的男人就是他呀 你的耳朵也是因为他受伤的吗 你在说什么 难怪你一直想跟我离婚 是因为他吧 没有 根本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原来是他还能是谁 原来你们以前就有一段缘呢 现在是想在你前途 陆思豪你上在这里给我发疯 你 你说话 陆总 目前 舒小姐的其他事情还没查到 不过我们查到 江秀梅女士 是舒正峰的云陪夫 舒仪小姐 曾经是舒家唯一的前进 后来 舒正峰把江秀梅女士逼她跳楼 与舒峰和孙雅芳和舒思琴小姐 正是接近舒家 舒思琴小姐就成了舒正峰 唯一任何的舒家前进 舒仪小姐成了见不到光的私生女 也就是说 舒仪小姐和舒思琴小姐 也是同一分一分一分的前辈 知道了 姐姐查有新的进展 立马告诉我 是 我是倩的姐姐 不是 我和舒思琴没有任何关系 我都已经查到了 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这很重要 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我知道舒思琴有个姐姐 但我从来没想过是你 我就是一个见不到光的私生女 有什么可说 你才是舒家 明镇元帅的大小姐 现在说这次有什么用啊 谁不去追究呢 不是就连你 也没有在意过我 那是因为你从来都没告诉过我 死了 你是不是忘了你以前对我冷淡的时候 我以前 机器招家那时候一大堆话 你连一个字都不会回我 我还能跟你说什么 就算了我告诉你 但又怎样 你对我和舒思琴 你从来都是不同的 我见过你全心全意爱她的样子 你和她谈恋爱的人 我身边从来没有乱七八糟的人 但你和我结婚之后 身边女人一个姐一个女 到处很冷我明星逢场作戏 我真的是怎么办 你只是故意恶心我羞辱我而已 你这么惊喜的人 你明明知道 他怎样对身边人好 却从来不可对我好 就算告诉我 爱你 怎么记不被我问你 教训出了一起的 甚至还会像江青年一样 羞辱我 让我不要跟舒思琴强 我知道 我不知道 你这样有恶心 谢谢 陆总 这是昨天查了的一些 关于舒正风的资料 你简单会走一下吧 好的 舒正风呢 是南城张家的上门一日 他寅远多年 终于翻身 将张家的财产 据为己有 张秀梅是舒正风的妻子 是的 舒逸小姐的母亲 就是舒正风的余佩 而舒逸小姐的外公外婆 倒是出了车祸 舒正风呢 就跟张秀梅女士 比较过 至于孙雅芳 是舒正风上大学时的初恋 舒正风入聚张家之后 就和孙雅芳生下了舒逸姐 好 知道了 继续我警察 是 对了路总 舒思青小姐来了 他在门外上见你 叫他见你来了是 陆思恒你这个大骗子 你不是说过过来找我的吗 你不是也骗了你吗 我 拼什么 你跟舒逸是什么关系啊 他 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是吗 是 是 你说 一直有个人他跟你想东西的私生女 是吗 正 你确定吗 是他母亲破坏了四人之间的感情是吗 我骗了你 我才是那个私生女 你为什么 我怕你看不起我 你现在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垫到黑海 你 是这些吗 那你要我说什么 说我母亲 是那个见不得光的第三者 说我才是那个从小被人指指点点的私生女 你要我说的就是这些 可望我的爸爸也可以来接我 他们都说我是没有人要的野种 可是我出了哭 我反驳不了任何 很欠别人的家庭 至少别人的家庭是健全的 这一生随私欲无限的 不讨厌书语 我卑鄙 我无耻 我嫉妒心强 自从你们两个结婚之后 我就更讨厌他了 因为他才过得这么不好 那是我发犯的错 不是我能究竟的 你一家 我知道 我自己去吧 我去吧 书姨 有事吗 是你告诉思恒 你是我姐的吧 我没有那么闲 你以为他知道你是我姐 他就会心疼你 你错了 你看他知道了 对我一点抱怨都没有 说不定呀 哪天我心情好 就告诉他当年 是你救的他 说不定路斯坑 没有一点反应了 你以为他爱我 是因为他以为 是我救的他吗 你错了 爱的是我这个人 跟你没有关系 你别总是以为我偷了你的人生 远天由人 我没有远天由人 我曾经是珍惜希望你和他能幸福 是你自己不珍惜 真虚无 你就得我不相信你 你爱信你就信我 站住 你敢动我 住手 秦年 属于他寄付我 你快帮我收拾他 罗姨 你先走吧 我有这个难度 你不相信你 你怎么能让他走呢 你不是这么舍不得我被欺负了吗 不思情啊 你别装了 不喜欢的人根本不是你 对不对 你在说什么呀 我都听不懂 我早就调查清楚了 当年 至好我自闭症的人 是书业 我妈妈不喜欢他 经登记疗法让我忘了他 你趁虚而入 让我把你当成他 我不是 是真的 所以 你早就知道我喜欢的人不是你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肚子晓 这么些年 你每次让我帮你伤害书情的时候 一定觉得很可笑吧 笑不及认错了 还伤害了真正喜欢的人 你真该死啊 江青年你疯了吗 放开我 放开我 江青年你发什么疯 死亡 江青年疯了 他又杀了我 马上滚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若子恒 看起来被蒙在鼓里 你要是知道说事情他做过什么 你会比我还疯 若子晓 这些年 我自己做的每一件事 我一件件的报过来 他什么意思 他什么意思 我什么都不懂啊 啊 怎么了 通通通通的江青年 江青年差点掐死我 他说他全部都想起来了 先别慌 不是还有路斯红的吗 路斯红已经知道书役是我姐姐了 说不定 很快就能知道 不能救他的人不是我 什么 这谁告诉他的 肯定是属于那个贱人 如果他还能有谁 江青年已经疯了 他说他已经知道我骗了他 不会让我们好过的 怎么办 他就只能靠路斯红来保护你了 斯红已经不愿意保护我了 知道已经 没有生效了 找机会 毁了书役 没有了书役 路斯红就不会再追查真相迷 到时候 身边只有你 就一定能保护你 我手上还有江青年拍他的照片 我还有手上江青年和书役的视频 你是说 你跟江青年和书役根本就没睡呢 虽然没睡 但是视频稍微剪辑一下 假的也能说成真的 好 赶紧动手 书役那个小贱人 当初就应该让他 跟他妈一起跳楼 书役 我最近总是生年 期许低落 我不知道 很紧张 我们来做一个心理测试吧 经过诊断 我患上了中毒抑郁症 并且有扎重的趋势 能看好吗 药物治疗加上心理治疗 是可以治愈的 你要积极配合 有个学族医生的帮助 还有家属 也需要多多照顾 我会积极配合治疗 我给你开点药 我进行他们去吃 每半个月再来医院 做一次心理咨询 不然的话你总会 有什么心理想想 地狱中发作的话是非常可怕的 正因为无法控制那些 极端的电脑 谢谢 希望你们积极配合 我们的治疗好吗 有就是他吧 跟新闻商的女长的一样 就是他 看着挺单纯的 没想到玩得这么慌 跟你说过的肯定是 出来卖的 近日都市集团总裁夫人就照报处 你 你 不认 你疯了 你有病啊 陈琴言 陈琴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你就这么销毁了我吗 不是我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吧 不是我说你 是什么 是我说的 你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拍的 这不是你拍的 视频不是你拍的吗 就为了强暴我的人 不也是你安排的吗 我这场人把视频撤掉了 注意 我才怕 加金 我最后 我后悔以前的现实 我后悔以前对你那么好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当成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不 这个不是我 我最后悔以前 说怎么样 说自己 我在恢复记忆之前 我就是这样抓过一个 如果有他 我找不到别人了 你还在去 你忘了你曾经是怎么对我的 你忘了你曾经是怎么遭见我的 我在年里都顺着丢去一趟烂 你你想怎么踩就怎么踩呀 你曾经厉害 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我现在身大迷恋了 不仅是你 现在人人都可以骂我 是贱活 你不愿意再进 是几天 初夜 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我走 你能不是过来吗 我妈说一遍 初夜 听我解释 你放开我 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初夜 我知道你恨我 那些混蛋都是我指使的 我可以办法时光倒了 等你说我混了你的话 那就打他捅死我了 一条捅死我 你就能解恨了 一条不行的话 那就两刀 你以为我不敢吗 那就动手 你 笑意你这样会开心一点吗 哪有这么好的事 把人毁掉 不逃就能成 书语 是我对不起你 喂 4号 你在哪 我在人民月门口 等着我 我来接你 等所有人都替你开心 我只在傻傻惊醒 原来我 新闻你看了吗 我已经让人把新闻撤下去了 不好意思 让你丢人了 别说了 陆思河 都这样了 你还是不愿意和我离婚吗 我从来不太会 这件事 他们背后属上 你 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 陆思河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 有个女朋友 她家庭很富 但是后来 她的爸爸 害死她的外公外婆 带着小丝 疯狂入室 害理的她的母亲跳楼 成了植物人 小三的母女为了想着害死 就找绑匪绑架了她 那个绑匪 还绑了那个男孩 后来 女孩还想帮这个男孩逃跑 但是绑匪发现 是那个女孩 让她倒了痴迷痕 女孩撞伤 昏迷痕 等到她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 那个男孩已经把小三的女儿 当成了自己的救命 恩人 而真正救了那个男孩的女孩 这么多女孩 没说起 即使成了男孩的妻子 也一直在被人 被忽略 被伤害 陆思昂 你说这个女孩 是不是很可悲 这些话 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当年真正救了你的人 是我 你是 你是她 啊 书家唯一的千金大小姐 就是书思琴 所以你毫不犹豫的 你就选择相信了她 即使当时她故意受伤 你也不曾有一点怀疑 女生之前都说这些事 如果你说了 这些年 这些天我不会 我不会 与思昂 你是毁了我人生的罪魁祸首 你跟江青年一样 你们都该死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 我 好 我马上送你回去 叫人把书家围起来 一个苍蝇都不准放出来 这次就要让书怡 彻底身在一边 到时候陆思恒 肯定会跟书怡离婚 我就是陆思恒的妻子了 还是我们家思琴聪明啊 能想出这么好的办法来 真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等你嫁进了陆家 你可千万别忘了帮臣爸爸 爸 你放心 等我嫁进了陆家呀 我就会让书家 更少女的台阶 哎呦我的好女儿哟 嘿嘿嘿 你们什么人 把那书家刷野 我告诉你们 我女儿 可是陆家未来的少奶奶 识相的 立马给我滚出去 否则 我女婿陆思恒 绝饶不了你们 你说我要饶不了谁啊 四豪 你来干什么呀 当然是来给书怡出气的 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 网上的那些照片和视频是你发的吗 不是我 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今天我就是来给你们算整账了 四豪 我们这么多年情分 你要跟我算什么总账啊 情分 我们哪来的情分 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你该死 你都知道了 四豪 我不是故意的 你当年 也喜欢过我吧 如果你没有讲话书怡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四豪啊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当初啊 可是你自己 爸爸私情啊 都是个救命恩人的 对 是你认错了人 怎么能怪我呢 是 是我对不起他 我会向他认罪的 但我今天先好好收拾收拾你们 你凭什么收拾我们家 对啊 你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我手里 有你们陷害书怡外公外婆的证据 还有你贪污受贵的造语 不够怕你被死 求求你 求求你原谅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看着我们这么多年情分 你原谅我爸爸 我求你了 来人 拖出去 不 不 放开 放开 小丝吧 想 我 想 活着 啊 看来书音那一刀 我们的还是太强 竟然没死 你会上他出罪 你 那你陪伤 配不配 你 你 若当时再多点执着绝望 好了 别叫了 别叫 别叫了 心情就能留在身上 陆思豪 我走了 别来找我 永远别见 书姨 我一定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你还记不记得